课堂上 我忍不住玩弄同桌内衣的绷带 谁知内衣质量太差 竟被我一下扯断 绷带击中皮肤的声音 瞬间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注意 再然后我就醒了过来 高中三年 我是出了名的学渣 我同桌柳如烟 常年为了跟我争夺倒数第一 而努力奋斗 他迟到 我睡觉 我逃课 他离校 虽然当了三年同桌 也有倒数的革命友谊 但我们其实一点都不熟 除了老师们每次提到我们 就会哀声叹气 同学们提到我们就会被得嘲笑外 我俩也没有什么斩不断的联系 但话又说回来了 我考得不好是我懒得考 要不是我有点跟柳如烟叫上进 故意把选择题做全错 我恐怕考试的时候连扫都不会扫 那些题 也 高中的知识对我来说有些过于简单了 高三的下半学期 许是因为我跟柳如烟 拖班级平均分拖得实在太狠 班主任终于忍不住 在班会上指名道姓的把我们骂了一顿 我跟柳如烟 荣幸地收获了班主任不如退学的评价 并且在班会结束后 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明确告诉我们 学校领导希望我们可以主动放弃高考 等高中结束就自生自灭 我一瞬间就知道 这是学校不希望我们拉低学校的升学率 我虽然一直在学校考倒数第一 但我们学校确实是全市 甚至说全省也不过分地重点高中 有些变故开始的晚 早知道这样 当初中考的时候 我还不如接受邀请去排名第二的那个高中得了 班主任说完后严肃地看着我 我赤笑一声 毫不客气地拒绝 我要参加高考班主任的脸色随着我的话彻底黑了下来 他深吸冷气 我甚至感觉他下一秒就要打我 柳如烟突然开口道 我也要参加高考班主任的愤怒变成双倍 然而柳如烟还不打算停下 参加高考是我们的权利 学校没资格干涉我们 我很感动 柳如烟说话的时候竟然把我带上了 不过这会不是我对他表示同学情的时候 因为下一秒他已经坑枪有力道 我会上清华 这不巧了吗 我也是我志向满满 班主任已经彻底被柳如烟的话惊住 他愣了半想 突然控制不住地笑起来 他满脸嘲讽 你要是能上清华 我当着全校的面倒立裸奔 绕操场一圈我听后陈音半想 试探道 要是我也考上的话 你能不能再让一圈 并且还要边跑边跟我们俩道歉 班主任估计觉得我们疯了 他把我们赶出办公室 并且给我们警告 让我们最好赶紧退学 我跟柳如烟对此都表示聋了 听不到 回教室的路上 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柳如烟 你真的准备上清华 柳如烟低头看着我 不信啊 同桌 他看我的表情 估计也看出我的不相信 随意的开口 我要是考上了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也忍不住看了看柳如烟 这次倒真没看出来 每天逃课睡大觉的同桌 还有靠清华的知识 难得课间走廊上追逐打闹的同学很多 一个没注意 一个人影就朝我冲了过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拉着我的手臂闪到一边 我拍拍砰砰直跳的心脏 对着柳如烟道了谢 谢谢啊 想到刚刚聊起的话题 还是忍不住开口 对了 我也要考清华 说不定咱们还能继续一起上学呢 条件吧 等到你考上再说 被柳如烟侧头看了看我 没说话 我哼哼着快步回到了教室 很显然 我俩都没把对方的话当一回事 毕竟谁相信自己的同桌天天睡大觉 逃课不听讲 还随意一句话就说自己要考清华 反正我是不相信柳如烟能考上清华 这杰克大课间20分钟 回到教室 杰克老师还没有来 还是闹哄哄的 我和柳如烟一前一后的进了教室 我刚坐下 就看到柳如烟碰到了一位 正在认真写数学题的女同学的胳膊 将那位同学桌面上的作业 碰得花花散落满地 你干什么 我看着你 那位女同学显然很生气 抬了抬眼镜框 对着柳如烟吵了起来 柳如烟将碰到的书本捡了起来 随便瞟了一眼 开口 不好意思 那位女同学嘴里妈妈咧咧地 拿过作业本 懒得跟柳如烟耽误时间 拿起手中的笔开始继续思考 辅助线柳如烟轻挤薄唇 随意地提醒了一句 转身走了过来 那位女同学听到柳如烟的提醒 顿了顿 转头看了看柳如烟的背影 眼神中的笔显而易见 我知道磕又蠢又傲 看到我盯着她眼睛不眨地看 敲了敲我的桌子面 示意我让人位置 我起身让位 柳如烟坐到座位上 就开始懒懒地趴在课桌上 蒙头大睡 我盯着柳如烟的后脑勺有些发呆 刚刚那位同学写的数学题 显然是上节课数学老师 留下的一道证明题 我上数学课中途醒来 大致扫了一眼 那道题的关键就是画一道辅助线 没想到柳如烟能随便看一眼 就说到关键 但是显然那位同学 没跟上古城的思路 还以为柳如烟在不懂装懂 我看了看柳如烟 捞了捞校服外套 劈到身上 蒙住脑袋 丝毫没有上清华的努力 我笑了笑 自己真是敏感 可能柳如烟也是上课的时候 随意听到的一句话 刚刚真的就是想装逼一下 怎么可能是看一眼就会了 又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 闲得没事干 会写题不写题 懒得应付学校 下节课上课 老师抱着书本急匆匆地走进教室 指挥大家打开习题册 我扫了一眼 柳如烟还在蒙头大睡 我听得昏昏欲睡 拿起旁边的吸踢侧随意地带到头上 跟柳如烟同款动作睡了起来 打醒醒 放学了我被好心的前桌叫醒 抬眼扫视了一圈 讲台上的老师已经离开 周围的同学也在慢慢收拾着书包 终于结束一天的课程 我伸了伸懒腰 简直睡得浑身清爽 视线落到我和柳如烟 两张课桌之间的缝隙 那里加了一张小纸条 我好奇地抽了出来 一看她的字迹捐秀清新 比出灵动而有力 仿佛在纸上跳动的精灵 睡得挺香啊 清华生旁边的柳如烟 早就不知道哪一节课溜走了 还好意思说 我推着我的自行车 看着染红了半边天的晚霞 我慢慢悠悠地 一边欣赏着美景 一边推车回家 走到离部学校不远处的小巷 忽然听到里面 传出吵吵闹闹的声音 我环视周围 现在大部分学生 可都走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在这偏僻小巷子里 难道是 好奇心驱使着 我偷偷摸摸地 透到巷子口 果然看到两条黑色的身影 打得闹闹的 一条瘦长的身影 一条矮矮胖胖的 声音中还带着戾气 校园霸凌 我正准备从天而降 拯救被欺负的学生 并惊一看 那个瘦瘦长长的身影 不正是我那要考清华的 同桌柳如烟吗 矮矮胖胖的身影 看起来想要使劲推柳如烟 不过被柳如烟灵巧地闪了过去 矮矮胖胖胖的人 差点被自己给绊倒 他站稳后 矮矮胖胖的我 恶狠狠地瞪着我 却是朝柳如烟大吼 这是不是你男朋友 柳如烟听到这个问题 显得有些诧异 回头和我对视上 还真巧 我尴尬地向柳如烟挥了挥手 柳如烟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 转头对矮矮胖胖的男生 骂了一句 别胡扯 既然被发现了 我也不好意思再偷偷地观察 正准备给柳如烟打招呼 说我先走了 结果两人又吵了起来 矮胖男生大声嘶吼道 柳如烟 你早恋了是不是 我要告诉你妈 让你妈骂你 我脚步一顿 看到柳如烟皱起了眉头 她一脚踹到男生的屁股上 男生被踹的一屁股坐到地上 指着柳如烟大骂 柳如烟我对你说 你对我客气点 把你的零花钱都给我花 不然我就告诉我妈 你不仅打我 而且还在外面谈恋爱 让我爸把你赶出我家 我站在一边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柳如烟一个不注意 踢到我身上 林超 我再说一句 你要是再来找事 我不介意让你爸妈知道 你在校外招惹的那群小混混 对了 你的零花钱 是不是也都花在了他们身上 柳如烟将男生扔到地上 居高临下的冷笑 你去找你妈说去 顺便踢了几脚 去啊 柳如烟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看了我一眼 示意我离开 我狗腿地跟在柳如烟身后 却听到林超对着我们一脚 踢起脚鞋的小狮子 对柳如烟咒骂道 你算什么玩意 柳如烟 一个有娘生没娘管的废物 今天你生日吧 哼 你妈和我爸还在家里 做这一大桌子菜 等着我回去吃呢 你算什么玩意 这这这这事 我不花钱就可以免费听到的内容吗 我震惊地看着柳如烟 面前的柳如烟脚步顿了顿 大步向前走去 我默默地跟到柳如烟的身后 直到走到我的自行车旁 我下意识地大吼一声 等等 柳如烟停住了脚步 转身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满脸就是有什么屁块放的驾驶 我连忙推上我的自行车跟上 柳如烟怂怂地开口 那个 你今天过生日啊 问柳如烟应了一声 声音淡淡的 我悄悄瞥了眼柳如烟 冷若冰霜的表情 装作不经意间的猛拍大腿 对了 我忽然想起来 我在街口的那家甜品店 有张劝快过期了 你看这么晚了 要不咱俩去买个小蛋糕 甜甜肚子 柳如烟没有说话 只是扫了我一眼 那眼神让我心里一紧 我硬着头皮朝他眨了眨眼睛 试图用我那拙劣的演技 来打动他 我就不信 柳如烟还能把拒绝两字说出口 眼见就要到甜品店 我将手里的自行车 向柳如烟手边移送 帮我扶着点 我去兑换奖品 我麻留地冲到甜品店 对着服务员指着一块 带着草莓的小蛋糕说 这个来一个 顺便多给我几个小蜡烛 我一边美滋滋地幻想着 柳如烟吃草莓的样子 一边忽然看到柳如烟 透过玻璃窗看着我 心底莫名慌乱 我随便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小纸条 举着给收银员看 兑换票收银员一脸 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盯着我看了半天 才将小蛋糕递到我手中 我转头瞟了一眼 柳如烟已经转过视线了 我长呼一口气 连忙带着柳如烟 推着自行车去附近的小公园 我们选择了一个 头顶有灯光的座椅坐下 我连忙拿出小蛋糕 小心翼翼地插上蜡烛 点起蜡烛 然后小心翼翼地 推到柳如烟面前 快许愿 我说柳如烟想要吹灭蜡烛 我连忙捂住她的嘴 你等等 要闭上眼睛这样许愿 我将蛋糕放到她嘴边 帮她摆好手势 柳如烟像一个 四肢僵硬的木偶人 任我摆布 看我停下动作后 她才问我 好了 我连忙点头 柳如烟面对着 插着蜡烛的小蛋糕 慢慢闭上了眼睛 我也应景地唱起了生日歌 柳如烟迟迟迟没有睁开眼睛 我也没有催促 就这样一直唱着 生日歌半响 柳如烟睁开眼睛 吹灭了蜡烛 我瞥了一眼柳如烟的眼 双眼微红 明显刚刚是偷偷感动哭了 我连忙将手中的小蛋糕 递给柳如烟 快尝尝 柳如烟柳如烟吃了一口 对我道谢 谢谢我有点不好意思 这算什么 下次过生日 记得早点叫我 我可要好好准备一下 给你来一首好汉生日歌 保证让你的生日 满满的是回忆 我拍着胸脯 向柳如烟保证 柳如烟吃着蛋糕 向我迎着笑 微黄的路灯 映衬着此刻的柳如烟的发丝 闪着金光 眼尾微红 我心跳忽然漏跳了半拍 你也尝尝 柳如烟趁我发呆 将那颗大草莓 沾了奶油塞到了我嘴里 可恶 没看到美男吃草莓 柳如烟好像看出 我心里的想法 看着我气急败坏的样子 得意一笑 我一愣 柳如烟笑得真好看 我和柳如烟 彼此各怀心思 三下午去 二吃完了小蛋糕 柳如烟的情绪 看起来比刚刚好多了 虽然还是面无表情的一张脸 但是凭我和柳如烟 做了三年同桌的感觉 他现在绝对心情是好的爆炸 毕竟有我这个帅哥 陪着过生日 无论是谁的心情 都会好的爆炸 我看了看时间 推着自行车向他示意 时间也不走了 明天还有课呢 要不我骑自行车带你回家 他点了点头 虽然我上课睡觉不认真听讲 但是我可是一名好学生 柳如烟坐上后座 我提醒他抱紧我 他莫名其妙的耳尖一红 心里想着 我还没接触过 除了我爸以外的男生 这怪不好意思的 行动上还是十分诚实地 缓住了我的腰 只是不大感用力 只是浅浅地揪住我的一脚走了 我骑上自行车 连带着柳如烟 向前驶去 风吹起我的发烧 呆毛翘了又翘 前面一个上坡 我使劲登自行车 柳如烟下意识地扑到了我的后背 我尴尬地道歉 我不是故意的 你千万别误会再不解释 今晚我在柳如烟的印象里 将成为爱占便宜的色狼了 柳如烟没接我的话 坐稳了 到了下坡 根本不需要用力 春风将我和柳如烟吹了一个满怀 他张开双臂揽住春风 抬头看到了满是星辰的天空 我则是感受到后背的柔软 忽然觉得此刻很美好 美女 春风 以及满目星辰 我的心脏疯狂跳动 我觉得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刻 记住星辰下的我 带着柳如烟到了他家楼下 柳如烟向我道谢 却忽然有些扭捏起来 谢谢啊 回去路上小心 我笑着说 放心吧 我看着你上楼 我说着 立马推着自行车溜了 背后的柳如烟或许在笑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此刻对他疯狂心动 刚到家门口 就被坐在客厅里 盯着我的妈妈吓了一大跳 妈 你不睡觉坐在这里干嘛 吓我一大跳 我妈在嘻嘻地凑到我面前 眼中全是八卦之光 可以啊儿子 刚刚那个女生叫什么 我翻了个大白眼 就是我同桌 我担心她 送她回去 我妈拉着长枪 八卦地看着我 眼中全是金光 我撇了撇嘴 心想 我老妈怎么这么八卦 我打就你那成绩 妈想管也管不住 你要是真喜欢那女生 高考再跟人家联系 别耽误人家高考 我到底谁耽误谁啊 不对 我和柳如烟都没谈恋爱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谈恋爱 而且我和她都是全班倒数第一哦 我说着对我妈眨巴眨巴眼 我妈恨铁不成钢的 敲了敲我脑袋 行了行了 我管你谈没谈 什么时候不给我考倒数第一 再谈恋爱 听见没 我胡乱点的头 进了房间 那就等到高考后辈 自从和柳如烟过了一个生日后 啊 我俩关系并没有什么 突飞猛进的进展 不过就是柳如烟逃课的次数少了 我还以为她准备冲刺清华呢 结果看着她一上课 就和我同频率的趴在桌子上 呼呼大睡 好家伙 原来是学校被逃课抓得严了 改成睡觉了 不愧是和我抢倒数第一的柳如烟 转眼到了百日世事大会 学校请了网上爆火的演讲专家 将所有高三生集结到操场上 听着演讲专家的励志故事 有些同学默默摸着眼泪 誓死要决战一百天 考上清华北大 我在心里直骂娘 学校根本不把学生当人看 这么热的天在操场上露天开会 还不让我们打惨 好恨好恨 正昏昏欲睡呢 一个阴影出现在我的面前 是柳如烟 眼光有些刺眼 看不清柳如烟的表情 柳如烟将一瓶冰镇饮料 对到我额头 清冷的声音 似泉水一般溜进我的心间 准清华声 加油我感觉柳如烟在讽刺我 但是我没有证据 我顺嘴就反讽回去 你才是柳如烟轻笑一声离开了 合着你过来 就是为了讽刺我一句啊 高三的日子 非一般的向前溜走 班主任和各科老师 也开始将重心放在那些 能考上大学 能考上一本 能考上211985的学生 而对于我 和柳如烟这种 成天不是睡大觉 就是逃课的学生 已经完全处于 不管不顾的状态 我当然乐得清闲 高三的题实在是过于简单 有时有闲心拿出来做几道 打起题目 看着简单的开始呼呼欲睡 果然我还是更适合睡大觉 拍毕业照当天 我们班都穿上 班主任专门定制的班服 女生统一裙子 男生统一西装裤 虽然我一直觉得丑得可怜 但是还是心疼我交上去的50块钱 所以也穿上了班服 班级毕业照还没轮到我们班 我们众人积积喳喳等待着 不少人拿着马克笔 让每个同学都签名在衣服上 我看了看不远处的柳如烟 也动了心思 拿着马克笔走到柳如烟背后 拍了拍他的后背 柳如烟转身 我又窜到他面前 引得柳如烟名嘴笑 我将手中的马克笔递给他 舍了 指衣服 签个名字 又指柳如烟嘀咕着 还是拿着马克笔 乖乖的在我指的地方 写下名字 我忍不住提醒 字写好看点 我可是练过书法的 还嫌弃我字不好看 柳如烟签完名字 我对着签名 左看看又看看 忍不住夸赞 还不错啊 纪博打柳如烟 你俩离近点 拍张合照 自带摄像机的前桌 看到我和柳如烟凑到一起 忍不住手痒 要给我们拍照 我还没开口 柳如烟忽然搂住我的肩膀 向他靠近 我疑惑地抬头看向他 柳如烟好似有感应一般 低头也向我看去 咔嚓 前桌的相机瞬间定格 此刻 柳如烟连忙贴着我的手臂 头脑发热地凑到前桌跟前看照片 前桌笑着打趣 你们同桌俩每天见面 还有深情对视呢 心脏疯狂跳动 我眼神乱飞 不敢看柳如烟 今天天真热 哈哈 而柳如烟也早就在照片定格的那一刻 连忙松开我 快速离开了 我眼神偏向走远的柳如烟 风吹起柳如烟的衣角 我看到他微红的耳尖 同手同脚的柳如烟 拍机体毕业照的时候 本来按照我的身高应该在男生的后面 按照柳如烟的身高 也应该在女生的后面 我俩本不该在前后一排的 但是柳如烟就很巧地在我前面 我忍住激动 装作很惊讶地向柳如烟打招呼 真巧 柳如烟看着我点了点头 眼神又瞬间看向了别处 我连忙站好 尽力控制着自己疯狂跳动的心脏 生怕柳如烟听到了 我像是在打鼓的心跳声 面向镜头定格 此刻我的高三彻底落下帷幕 高考如期而至 我的考场就在本校 不过是在高一教室 我悄眯眯看了一看柳如烟的准考证 也是在本校高一教室 只不过不合我一楼层 柳如烟注意到我凑过去的动作 转身挑眉看着我 觉得我美吗 我本来还没注意到柳如烟的照片 他这一说我就再凑过去看了一眼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照片上的柳如烟一脸青涩之嫩 脸庞如同精致的瓷器 细腻而温润 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 我顺嘴接了柳如烟的话 美爆了 柳如烟不好意思撇过了头 耳间透着红 什么嘛 这都害羞了 检查检查自己的准考证 二笔铅笔以及身份证 凭尽好心情准备上战场的同学们 班主任今天难得 对每一个同学都笑得春风满面 仿佛已经看到了大家得势而归 走了 柳如烟 同柳如烟告别 我走进了自己的考场 语文 数学 理宗 英语 两天的考试 四梦一场般的一眨眼就结束了 我最后检查了一眼英语忌读卡 盖上笔盖走出考场 很巧地碰到了柳如烟 我挑眉 你也提前敲卷了 考得怎么样 柳如烟随意地挥挥手 小意思 简简单单可不是嘛 什么都不会写 还不够简单 柳如烟心情看起来不错 我忍住没拆穿她的小心思 柳如烟可是一点都忍不住 错到我面前问我 你考得怎么样啊 同桌清华 吻了 柳如烟一脸不相信地看着我 我不语 看看小样 看我成绩下来吓死你 和柳如烟并肩走出校园大门 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有些兴奋 更多的却是怅然 柳如烟拍了拍我的肩膀 挥手跟我告别 回到家将自己扔到床上 高考后的日子 就这么在家里懒懒散散地等成绩 直到班级群里通知大家去开同学聚会 我麻溜地从床上坐起 班级群里有人爱特了所有人 让明天可以去参加同学聚会的 在班级群里接龙 我一顺不顺地盯着班级群消息 看着接龙的人不断增加 直到看到了柳如烟也去 我连忙跟在他后面接龙 嘿嘿 我和柳如烟的名字排到了一起 同学聚会无非就是聊聊八卦 玩玩游戏 在缅怀下逝去的青春 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 眼神还不自主地瞟了瞟不远处 被人拉着K歌的柳如烟 柳如烟将一首挺青春的歌曲唱得满是深情 我不自觉地跟着柳如烟轻轻哼唱了起来 有人招呼大家玩真心话大冒险 柳如烟被拉了过去 我想了想 也凑了过去 大家一起猜拳 柳如烟输了 这倒令我挺惊讶 毕竟我以为柳如烟每天逃课出去玩耍 在玩游戏这方面天赋应该很高 柳如烟旁边的人一脸八卦地提问 请问你的初恋是谁 这问题真够劲爆的 连我都一脸好奇地看向柳如烟 却没想到和柳如烟的视线对上 柳如烟朝我鸣笛一笑 我喜欢他 他还不知道说完 柳如烟拿起桌边的酒杯一饮而尽 众人没注意到柳如烟刚刚的小动作 一阵起哄 询问柳如烟这人是谁 柳如烟只是摇头不语 我却双脸突然骚红 柳如烟该不会说的是我吧 难道柳如烟喜欢我 总不能吧 柳如烟喜欢我为什么不跟我说 那他不喜欢我 刚刚为什么看我 难道是看向我旁边的人 但是柳如烟和我这个帅哥做三年同桌 应该也会对我产生一点好感吧 纪伯达 林一有话对你说我正陷入无止境的纠结中 思绪突然被人打断 我一脸茫然的抬头 看到周围同学都在起哄 我右边戴眼镜的女生 我对她有点印象 一直是班级里的前几名 上课总是挺直着腰背 认认真真的听老师讲课 女生长得白净 被周围同学起哄的红着脸 眼神却一眨不眨的盯着我 她结结巴巴的从身后拿出一封信 递向我 纪伯达 我喜欢你 请问你你喜欢我吗 我下意识地看向了对面的柳如烟 柳如烟眯了眯眼 看起来脸色并不好看 又觉得有些突兀 声声将头转向了右边 女生拒绝的话还没说完 一双骨节分明的手从旁边横插过来 挡在我面前 不好意思 她有女朋友了 我一脸猛逼地抬头看着柳如烟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林一 有些不知所措地看了我 又看了看柳如烟 记不答和她是是在一起了吗 柳如烟草没说呢 很好 不是你说 我也刚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了 现在我的嘴巴已经能塞下一个鸭蛋了 气氛突然凝固 周围的同学瞬间明白了什么 连忙拉着林一一过去 还一边打圆场 哈 大学吧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来来咱们继续玩 继续玩 仅此一遭我都没什么玩的兴致了 我借口去卫生间离开 出了洗手间 刚到包间走廊 看到柳如烟低头靠着墙 漫不经心地刷着手机 明显是在等我吧 柳如烟听到动静 还没看向我 手机在手上转了一个圈 我刚刚叫了车 估计已经到外面了柳如烟点了点头 还是跟着我一起出了包厢 我忍不住好奇地开口 刚刚 你为什么要撒谎 柳如烟估计刚刚喝了一点酒 此刻眼神有点迷离 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声 你说的是哪一句 我朝柳如烟翻了个白眼 无语地问他你说呢 柳如烟点了点头 我没说谎啊 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明白柳如烟说的话 柳如烟只是高深莫测地说 你明天就知道了明天 明天就是成绩放榜的日子 柳如烟凑到我面前 呼吸中夹杂着浅浅的酒气 嘴巴一张一盒 记博答 明天成绩就要出来了 记得你答应我的事 对于昨晚柳如烟专门提醒我的事 我是一点都没放在心上 相信一个道士第一能考清华 不如相信我是秦始皇 对了 除了我 你真的能考上 果不其然 一大早我妈把我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让我坐在沙发上 当着她的面查成绩 我点进老师发的链接 第一次有点卡 没进去 我妈急得在客厅里转来转去 完了完了 我这两天眼皮一直跳 你说你会不会大学都上不来了 妈 自信你儿子 我是要去清华的 我妈瞪了我一眼 也没理我 我又重新登进网站 进去之后 输入我的准考证号 刷新没有成绩 只有一行字 你的成绩已经入全省前50名 具体情况请于27日查询 我哈哈一笑 滚了 我妈看到我的表情 急匆匆地坐到我旁边 一巴掌呼到我的脑袋上 我打 我是不是看差了 这也不疼啊 肯定是看差了 我无语 妈 你打的是我 我妈终于反应过来 抱住我就是巴唧一口 激动得像是光宗耀祖 班级群里已经开始统计成绩 众人一片哀嚎 直到统计结束 我和柳如烟都没有提交 有人很是诧异 爱的我和柳如烟 你俩就别藏着噎着了 谁是倒数第一 我微微一笑 不用我查成绩 校长的电话就直接打到了我的家里 纪博达同学 恭喜你也拿下今年我省的状元 清华可是点了名单要你 我一愣 什么情况 我不是倒数第一吗 我想继续说柳如烟同学也是第一 不过你们俩要争一争 到底谁是真正的第一 我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柳如烟也没有提交成绩 这样啊 纪博达同学 你和家里人继续庆祝 我还要找另一个呢 校长挂断了电话 我摇摇头 算了 反正我是第一 想了想 我又重新拨通柳如烟的电话 第一通电话竟然显示在战线 难道是柳如烟考的太差了 正被教训呢 再打第二通电话 瞬间被接起 喂 同桌 嗯 是我 没见你上报成绩 我直入主题 柳如烟笑了笑 去清华没问题 别说我 你不也没上报 都是同桌 别不好意思 跟我讲讲 我告诉你 对了 明天的表扬大会记得来 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第二天我神清气爽的去了学校 拜托 全省第一要有点架子好吗 学校的校门口正在挂横幅 赶着时间 没好好欣赏我的名字 被挂在校门口上的风景 经过本班学生集合的地方 我扫了一眼 没看到柳如烟的身影 我走到校长告诉我 等待接待的地方 顺手给柳如烟发了消息 你在哪呢 没看到你听到校长讲到 我校诞生的高考状元时候 我飞速地打字 快点 看我真正的实力 点击发送 收起手机准备上台 后背突然被拍了一下 我回头 是柳如烟 他一看就是没看手机 我趁机问柳如烟 你知不知道 今年的高考状元是谁 柳如烟挑眉 你知道了 就是我啊 我得意的笑 你说什么 柳如烟看起来有点猛 有请我校的两位高考状元 一起上台 我和柳如烟一前一后上了台 校长向全校师生介绍我俩 这是三班的纪伯达同学 和柳如烟同学 两位同学都是今年我省状元 我在柳如烟眼中 看到了和我一样的震惊 台下全校师生都炸了 议论纷纷 这不是我们学校 常年争抢倒数第一的位置的两位吗 就是他们 上次他们班主任还在办公室 被他们劈头盖脸一顿骂 好家伙 他们秀恩爱 不至于这样 抢着倒数第一 抢着做高考状元我挑眉 谁和谁谈恋爱啊 你们别胡扯 校长情绪异常高涨 激动的拍了拍手 上台发表一下自己的教学感想经验 班主任上台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看到我俩都挑眉看着他 他瞬间想到当初对我们说的话 羞愤不已 身边的柳如烟偏偏不放过班主任 对着话筒说出的话没半点营养 要不现在裸奔道里跑两圈 本来安静下来的台下师生听到这事 都知道柳如烟不会放过班主任的 瞬间又炸锅起来 枯燥的高三结束 但是他们依旧热血这个班主任 对大部分学生都是一脸看不上的样子 早就在学校里引起不少爱生怨气 现在柳如烟作为高考状元 毫不留情面的开口 撕开班主任的遮羞布 这比什么都让他们热血沸腾 班主任站在台上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一脸悲愤的看向校长寻求帮助 校长看了看柳如烟 一脸坚持 知道没戏 转而向我求助 继伯达同学 你看现在正在开表扬大会 班主任怎么说也是教了你们三年 要不咱们这事先放一放 私下里解决 我点了点头 校长和班主任瞬间松了一口气 那就布鲁奔倒立跑三圈 就在这面向全校师生 同我和柳如烟道个歉就行 说完这句话 校长和班主任又猛的一顿 柳如烟同学 你说怎么样 柳如烟点了点头 算是同意了我的建议 校长只能让班主任去 毕竟现在我们在台上的一举一动 都被台下一千多名师生看得一清二楚 他说不出不允许这三字 班主任的教学经验一点没分享 全程低着头向我们道歉 我作为班主任 没有细心教导每一位学生 却对纪博达和柳如烟同学出言辱骂 不管不顾 是我的失职 我道歉说完 班主任迅速下台 表扬大会却并不能终止 校长虽然也知道 我和柳如烟是个难缠的主 但是表扬大会的流程并不能中断 有请高考状元纪博达和柳如烟同学 发言学习经验 嗯 我问校长 如实回答 校长估计也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 勉强扬起微笑 朝我和柳如烟点了点头 如实回答就行 我和柳如烟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了 校长瞬间又输出一口气 让出了话筒 倒也没什么经验分享 高中知识很枯燥 每天就是睡大觉 柳如烟 我还算有点内容分享逃课的话 学校后面的围墙很好翻 毫不意外 台下学生起哄声 此起彼伏 台上的校长差点被救护车拉走 我和柳如烟说完 机智地拉着对方溜了 再晚点 我们能被所有老师的唾沫口水淹死 柳如烟拉着我一通乱跑 直到我累得气喘吁吁才停下 歇了一阵我才发现 这不就是学校后面的小花园吗 经常有不少的小情侣来这里偷偷亲热 柳如烟随意地坐在石椅上 双手放在头后 只能看向我 说说 怎么一向和我一起倒数第一的同桌 怎么成了高考状元 我无奈耸了耸肩 我都说了 高中知识很无聊 不想写每次考试空分 和你抢倒数第一还挺好玩 别说我 你也是闲得无聊 柳如烟摇摇头 视线落在远处 我顺着她的视线 远处的天边一望无际的蓝 只有一片云慢慢地漂浮着 我们就这样安静地看着天边的那片云 从教学楼顶飘到宿舍楼顶 风吹起周围的树叶花花作响 还有几只只鸟叫几声 歇一会 我以为柳如烟不会说了 柳如烟才慢慢悠悠地回答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你在小巷里看到的那个男孩吗 我点了点头 他是我弟弟 我挺惊讶的 我一直以为柳如烟是读生的 不过也确实从来没有听柳如烟讲起过 柳如烟继续说道 他是我妈和我爸离婚后 在新的家庭生的弟弟 但是我一直不承认 我之所以一直考倒数第一 就是和他有关 我妈已经成为了他妈 我妈只叫我不要跟家里人找事 让我听话 可他也渐渐不再管我 他爸和他都嫌弃我多余 所以我就低调 我就不回那个家 就让自己考倒数第一 我让自己在他们面前渐渐消失 不过 还好我每天逃课去赚点钱 还能养活我自己 而且我并不觉得自己孤独 我听了心中一阵酸楚 我没想到 柳如烟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采考倒数第一 也没想到 柳如烟每天逃课都是为了去打工 给自己赚学费 安慰的话卡在嘴边 柳如烟轻聊淡写的提起这些事 并不是我们感同身受的 但是还是有点为柳如烟难过 柳如烟看我沉默 凑到我跟前 低着头看我的眼睛 怎么了小同桌 我都不难过 你难过什么 再说 我能遇到你就挺不错的 我的伤感还没离开 听到柳如烟这由此告白的话 心中又一阵慌乱 我体谅你难过 你别别乱说话 柳如烟迎迎合风朝我笑 不是玩笑 说真的纪伯达 你答应我的条件 还没实现我疑惑的抬头 柳如烟又要搞什么鬼 我喜欢你 纪伯达 和我在一起吧 我抱红着脸 你 你可不能拒绝 这可是你答应我的条件 柳如烟红着耳间牵起了我的手 所以男朋友 要不要一起去清华抢第一 当然了 第一准是我的 对 第一是你的全文丸